Odia Jungle 原代和明代流放的地点大多在燕帐之地,就是今天的湖广地区和辽阳地区,清代流放地主要是东北和新疆,最初犯人被遣送到深阳、铁岭、上阳堡,后来到吉林乌拉、宁古塔、齐齐哈尔等,其中最著名的流放地是宁古塔,与其他流放地相比。 东北是真正的苦寒之地,在当时被称为绝语、蛮荒之地,让人闻而身为宁古塔的所在地,并没有塔,据宁古塔旧城东,约2.5公里处有一座山,山名叫宁古塔,又称宁宫塔,这里开始是因山而名,然后用位地名,之后转为成名,宁古塔城是宁古塔将军住所所在地,是一个威震四方的重镇,也是东北北部政治,军事, 经济和文化中心,牡丹江水从城南流过,在当时中国军民抗俄斗争中,利用牡丹江水月输粮草,发冰冰关打击杀俄的侵略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流人们要被警离乡生离死别,去踏上遥远的路途面临宁古塔艰险的环境,三百多年前的宁古塔是尚未开化之地,气候严寒,人烟稀少,被流放意味着走向了一条生死未卜的道路, 在去宁古塔的路途中,有可能被老虎、豺狼吃掉,被猿猴抓走,也有可能被饥饿的人所吃掉,从山海,关到沈阳,流人们面对的还是平缓的山岗,道路比较平坦,可是从沈阳再往前走,道路却越来越崎岖坎坷, 而后道路更为险峻难行,黑龙江与吉林的土地尚未开发,森林也没有被采伐,因此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大森林,树木遮天蔽日,大雨过后山路极其难行,加上林中蚊虫很多,每个人都被咬得血肉模糊,痛苦万分,这样的行走,可以说是艰难万险,苦不堪言,根据朝廷的规定,流人们到达宁古塔后,先要挨上行一百, 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减少护免去帐行,到流放地后,流人们要开始服劳役劳役,有三项为奴,当差,种地,青出,八网黑龙江,吉林当差的其人,大多在驿站,官府等地从事一些杂役,而平邻则从事一些艰苦的差事,康熙年间因与沙俄作战的需要,流人大多编入当地驻军河水失营,流人们在抗击沙俄的反侵略战争, 中心中做出了重要贡献,流人们为东北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乃至民族的融合,起了非常大的作用,是东三省开发的先驱。